您好 歡迎來到怡主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雞蛋餅 材料有兩隻雞蛋 50克糖和80克麵粉 我今次會用分蛋的方法 一個盤放了兩隻蛋黃 另一個盤已經放了蛋白 現在先把蛋白發發 糖我會放一半在蛋白 另一半會放蛋黃 現在分成蛋白 放第一次的糖繼續發發 放第二次的糖 放第三次的糖 蛋白發發到現在站起來就可以了 另外蛋黃加了一半的糖 不用洗打打氣 直接用慢速打打 然後再用拌一半 打拌一半 再拌一半 就把蛋白糊打潤 就可以了 倒入蛋白糊 再拌勻 现在就可以把蛋白糊倒了 混合 加 inhibitor 把蛋白糊倒入蛋白糊 攪拌均勻 我也是用作1個 也是用作N字形 就是把蛋白糊倒了 最後把麵粉倒進鍋裡就可以了 我也是打N字形的 慢慢拌勻 在焗盤上鋪了牛油脂 預熱焗爐 預備了擠袋 摺了一半 現在我會把麵粉倒進去 現在我們會開始擠在牛油脂上 每一個就擠一個小小的圓形就可以了 我們放進焗爐 用150度 焗25分鐘 雞蛋餅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 Delicious 好味 如果你喜歡 給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Thank you